随着反贪会调查国行 耗费20亿令吉向政府购买土地一案 四名国行职员因此告假代查 首相今天出席国家政策工业4.0 推介里之后证实 国行已经展开内部调查 另外 敦马也敦促人民 不要整天抱着 期望政府给予津贴的心态 而是应该靠着自己的努力 去争取想要的 国家银行去年底 以赤字20亿令吉向前朝政府 购地风波延烧 目前已经有四名国行职员 被通知告假 等待当局完成调查为止 根据新报报道 有关当局包括反贪会 将就有关交易展开调查 以厘清国行如何完成该笔交易 国行以20亿令吉的价格 向政府购买一块面积 55.79英亩的土地 引起外界质疑 怀疑这笔仓促的交易 是为了帮助偿还一马发展公司 所积欠的债务 首相端马哈迪 今天在贸工大厦 出席国家政策 工业4.0推荐领之后表示 他只知道有这样的一笔交易 其他的一概不值 但他相信国行里头一定有人知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另外首相马哈迪也敦促国人 不要有希望获得政府发放补贴的不正确心态 反之应该靠自己的努力 去争取所想要的 另一方面针对前首相纳吉 促请西蒙政府停止把矛头指向他本人和国阵前朝政府 多马严谊说他还要和前首相纳吉 讨教如何可以欠下一兆令吉的经济债务 以及怎么样可以偿还债台高筑的欠款 NBC综合报道 NBC综合报道